好,接下來各位我們來看115頁範例3 那這是蠻簡單的虎克定律 虎克定律有一個公式 f 等於-kx 這是有考慮方向的時候 -代表的就是f 與x 方向相反的意思 因為彈簧它總是會對抗我們的位移 我們想要把它往內壓,它的力就會往外 我們往外拉,它的力就會往內 所以這是它的一個負號的意義 好,那麼 k 就是越大越硬的彈簧長數 k 值越大,要拉長一公分或壓縮一公分 所需要的力就越多 好,那所以第一小題就是要求這個 k 值 那麼我們會發現聽聞說 原廠是20,掛了20克重的物體 它深長的幾公分呢? 深長的5公分 不是25,是深長5公分 然後施力呢?外力是多大? 外力是20克重 那這樣子帶入我們的公式就可以了 我們先不用管方向 那就不需要寫負號 所以20克重 就等於 k 乘上5公分 所以 k 就等於4克重 每公分要4克重 才拉得起來 才能夠拉長 那第二小題 如果改成掛28克的物體 那生長量是多少? 總長是多少? 那外力換成了28公克 那生長多少呢? 那也一樣帶入這個式子 這時候位之數是外力 k 和 x 位之數是生長量 那 k 也是已知的 外力也是已知的 所以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x 就等於7 那並且呢 這是生長量而已 總長就是 加上原來的20 變成27 就這樣子